日本女兵主帅一直关注中国队,目标小组第一出现 北京时间2月2日消息 日本女子冰球队昨天下午在五科松体育馆 完成了北京冬奥会的训练 全队气氛相当轻松 主教练范种又斯表示 一直关注中国队的状态 日本女兵目标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 昨天下午16时15分 日本女子冰球队出现在五科松体育馆 来到场馆后 队员们备战气氛非常轻松 并不是上来就进行训练 而是拍了一张全家福 日本女兵是中国队的老对手 1998年长野冬奥会 当时中国队大胜日本队 并在那届比赛获得第四名 中日两队最近一次交手 是在2017年亚东会 当时中国女子冰球以1比6不敌日本队 不得不说 最近几年日本队实力越来越强 北京冬奥会 中日女兵分在同一组 中国队要想出现 日本队是最好的突破口 日本队也这样认为 日本女兵主教练范种又斯表示 和中国队很久没交手了 但一直关注他们的状态 这次比赛 日本队的目标 就是以B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